快乐狮子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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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远来聚会 好 今天这几位都是快乐的这个好朋友 他告诉你 我们先从安逸萱 美丽的安逸萱 好 大家好 我是安逸萱 你跟我们今天这个特别来宾也是什么关系呢 他是 你觉得他是 他是一个搞笑的高手 好 那你旁边这一位张迅杰 所以你好 张迅大哥好 大家好 我是张迅杰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跟你 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根本就是一个 给 谢成君 小婉姐好 宇哥好 大家好 我是谢成君 你觉得他是 他是个灾难王子 灾难王子 看见他拍戏的时候很多的灾难 好 那Gina呢 大家好 他让我换名 今天我们除了这个演戏的好友 唱歌的 歌唱起好友 感觉到这个人好像 这个影歌双七的感觉 影歌双七的 菲儿 来 下一位 哈啰 哈啰 大家好 我们是FIR 好 先从阿庆开始 阿庆 他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人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女生 他是一个 是一个 身材比例很奇怪的人 待会我们就会看到他有多奇怪 比例 好 来 我们建宁老师 大家好 你今天要送他一个东西是不是 对 我今天要送他一个东西 特别礼物 特别礼物 没车 好 另外呢 今天在这一位呢 是他的这个 应该算是出道跟他有关 就是他出道 廖 未豪 廖未豪 大家好 我是未豪 我们欢迎郭品昌 小音姐好 小音哥好 哦 我最是个人的专专 不帅 他从刚刚出来的姿势 就是一副自己是大帅哥 对 你有多高 187 187 所以你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第一个工作就是一开始接触模特儿的工作 就是模特儿 所以就是从廖伟豪开始 对不对 对 来 我们欢迎廖伟豪先生 两位帅哥 当年都是很辛苦 其实我想郭品尚我要介绍一下 就是当年他 在出道之前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 从小家里 家境不是很好 尤其跟妈妈一起哥哥 一起过日子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那妈妈在他国外的时候去世了以后 几乎就是两兄弟 后来跟着爸爸 然后几乎就是靠自己长大 对不对 应该这么说吧 其实那个时候 我的个性本来就是比较 不会把一些心里面的话 或什么去跟朋友 跟家人去倾诉 所以遇到问题通常都是自己在解决 比较多 对 你现在几岁 我现在27 27岁 那你跟他认识的时候几岁 大概是 19 20岁的时候 差不多 差不多 大概1996年 你们征求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其实比较早接触模特儿是 我先进去 那只要有机会我去试镜的话 我都会带他去 然后后来也是 我在拍的时候他就陪着我 或是他拍的时候我陪他 对 就变成很好的朋友 对 陈老师真的 那后来演戏的时候 他有没有带你去试镜 没有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所以就没有在结束这个工作了 而且生两个小孩 哇 太太有来吗 有 不过我好像没看到她 在哪里 有 我看到我小孩了 哈哈 看起来太太很贤惠 儿子很可爱的样子 哇 不睡觉为什么吃奶嘴啊 不睡觉为什么吃奶嘴啊 哈哈哈哈 她很紧张 好可爱哦 好 我们来看看 当年啊 他们去拍服装目录的照片好不好 谢谢 来 这一张 哦 这是某个那个品牌的 品牌的 剧开头的 好 再看下一张 那旁边那是谁 那是你吗 那是其他的模特儿 其他的 不认识的 不认识 还有外国人 其实他很醒目啊 其实这样一看 一看喔 就是很醒目 而且其实我在这个位置喔 他有 他身上 他脸上有个地方很好看 而且我是男生喔 都觉得 都觉得他身上有个地方很好看 我在这里看一下 他什么地方很好看 形子 形状非常好看 鼻子 不是 眼睛 鼻孔 你看他的鼻孔 真的很好看 他那个画圈 对齁 他的鼻孔跟我们不太一样 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很难不注意到 你转那边一点 来麻烦 来镜头来 照鼻孔 你看 哇 他的鼻孔跟蹦恰恰鼻孔 真的天壤之别 其实两个都大 两个都大 但是他的形太好看了 其实是这样的 那你们注意一下 你们的 鼻孔 好 我们再来看看 郭秉超这个 一开始拍的一些广告 来 我们来看看 让我来将你摘下 送给别人 爱情来了 给不要 快点 拿我 点下去 我 太好了 哈哈哈 感觉 快点 我们 哇! 這是香港的一個廣告,香港的悠遊卡 謝謝你喔,謝謝 好,來,我們來請鬥魚這三位到這邊來 好,謝謝大家 郭宇這部戲呢,對郭品超來講是非常重要 這幾個都是你的Partner 那你們在沒有拍鬥魚之前認識他嗎 對啊,因為我們同公司的 所以在之前麻辣前是就認識 就認識,對 好,所以你覺得他很搞笑嗎 對 你跟他拍鬥魚之前有認識他嗎 也,之前,鬥魚之前是拍麻辣啦 但沒有那麼熟,拍鬥魚之後才比較熟的 所以你才認為他是,還是之前認為他是 其實之前就認為 之前就是認為他是 到認識之後才認為 他是 你說他很搞笑,為什麼你覺得他會搞笑呢 因為其實,品超啊 他有時候跟我對寫的時候 那看不出來,品超台語非常好 然後他有時候在講台詞的時候 他會一時忘記講成台灣狗語 然後我就會一直笑唱這樣子 你國語講得還不錯啊 可是有時候其實情緒來,然後 一急起來,一緊張起來 就台灣國語就出來了 我小燕子 小燕子 對 三組 真的會這樣嗎 對 豬之類都有 他會跟我講 你別怕 你別怕 對,因為他騎摩托車載我 然後我真的很愛 我平常要慢一點,慢一點 他就很認真 然後很帥,然後就說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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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下一秒我也可能已經在地上了 你騎摩托車嗎 劇中有騎啊 劇中有騎 劇中騎 然後他因為我 他那打桶車我本來就不太會 對 所以安影軒他就很緊張很害怕 我說你不要擔心 不要怕 對,他就不要怕 誰要喝中醬湯 你喝中醬湯 其實有時候拍戲的時候 有記得 等一下 你喝中醬湯 這我幫他沉浸一下 他真的不是故意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拍主景天台 然後真的很冷 拍到他還很冷 然後我身裡不舒服 就泡了一瓶 再把我溫品放在那邊 然後到時就叫我出去 換他進去 然後拍完就發現他這樣 你把我杯子放 我就 平常你幹嘛喝我的東西 我說很小氣 喝一下又怎樣 我說那個中醬湯 然後全場的人就笑翻 他說難怪那味怪怪 他以為 因為他只是覺得很冷 過兩天你就看到他臉色紅潤 其實就是覺得很冷 真的很冷 然後 其實不是故意 覺得有一個熱熱的東西 想要喝 他本來每個月肚子都痛 後來都不痛 那為什麼他會災難王子呢 其實他拍鬥魚 我們比較愛鬥魚 他有兩次 第一次是我受傷很嚴重 第二次鬥魚2 就前一陣子 他受傷很嚴重 那為什麼呢 因為品超他是一個非常敬業 就是他很入戲 他對手戲很入戲 那第一次那一場鬥魚夜的時候是 他也是騎摩托車 那我是在裡面是演大反派 剛好跟他對抗 那我要坐上他摩托車 正面 那結果 因為 我要撞他 想要撞他 他撞我 但是我真的給他撞下去 什麼 你真的給他撞下去 對 因為我就覺得說 沒辦法 沒辦法說 控制到說 像是這樣撞 但事實上力道不到那個程度 所以後來我就 整個 這個戲演完你還能活 這真不是不簡單 你應該才是災難王 所以他那個時候他 拍戲沒有說撞的就真撞 當然不是這樣子 只是他速度會變慢 但是就是 你為了要求那個 鏡頭逼真 所以你必須還是真做 那當然沒辦法配合好 對 所以就嚴重 其實自己經驗不夠啦 對 理論上可以避開 所以你打人也是真的啊 呃 那不是 打人不會 不會嗎 所以你看他手上的那個傷 那是他第二次 鬥魚2 對 第二次就是要敲玻璃 其實導演只是叫他輕輕敲 然後他就是很賣力的敲 真的玻璃然後手都 太入戲 他就敲到敲到這樣 對 結果就受傷 馬上 馬上送音樂 鏡林老師在樹林要跟什麼 謝謝